红金宝与真子丹的这段打戏可以说是经典 片中红金宝虽然身体肥胖 但却丝毫不影响他出拳的速度 动作凌厉的让人看着十分的爽 如今的红金宝可以说是武打界的一个标杆人物 但你能想象吗 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 他的师傅却是影视圈里最不起眼的配角 赵志玲 武术界里能够与李小龙平起平坐 弟子更是遍布海内外超过二十万人 连周星驰都要叫一声师傅 可就是这样一位地位非凡的武林高手 明明做主角都是绰绰有余的 他却为何一直甘愿做周星驰的配角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赵志玲的不凡人生 白短裤里穿了条闷骚的红底裤 走个路都扭来扭去的 明明是个大老爷们 娇羞起来却让女人都自愧不如 这是赵志玲在电影功夫中的一个配角形象 世俗的娘娘腔让她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任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娘娘腔 现实中却是个谁都不敢惹的狠角色 赵志玲出生于武术世家 从小就跟随父亲赵教学习武术 说起他的父亲赵教那可不是一般人 早年他为躲避战乱 曾到马来西亚谋生 为了在外能不受欺负 就跟随黄飞红的叔叔黄世荣学习武术 后来辗转回到香港 适逢黄飞红的弟子林世荣正在港社馆收徒 于是便又正式败了林世荣为师 这样算下来 跟随父亲学习的赵志玲 也就算是黄飞红的第三代弟子了 学有所成的赵教后来自己开设武馆教学 同时还将气势刚猛的红拳 作为了自己的家传武学 受到父亲和生长环境影响的赵志玲 自然从小就开始学习武术 红家拳以兼顾著称 讲求妖马合一 所以他三岁便跟着师兄弟一起练习 扎四瓶大马 同时还要学习巧手和一些腿法变化 作为父亲的赵教 希望儿子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 所以对他也是极为严厉 日常扎马布和打木桩都是少不了的 有时动作做不好的话还会被打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当时练习的木桩还没有外面的一层胶 可以用来避震防止打伤 所以每打一下都是实打实到肉的疼痛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赵志玲还是坚持每天都练习打木桩 日复一日的辛苦训练 让赵志玲学到了正宗的红拳 同时也为他后来拍武打片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正值香港动作片发展的黄金时期 众所周知拍打戏时 武行免不了都会受伤 赵志玲家虽然是个武馆 但同时也兼着医馆的作用 所以不少武行受伤后都会到赵志玲家治疗 这样一来二去 灰武术的赵志玲很快就被电影公司抢中了 并相继拍摄了不少电影 比如成龙的经典功夫片《蛇行雕手》 赵志玲就在其中饰演了一位武馆师傅 为了留住报名学员 他首批三块红砖头 虽然戏中的他最后因批砖手肿的像个面包 但现实中这些对他来说可都是小菜一碟 后来又与红金宝合作拍摄了奇谋妙记五福星 这次他借着拍电影的机会 还顺便为自己的武馆打了个免费广告 只见他身穿写着赵志玲国术健身般的白T恤 站在路边嘲笑卖艺的曹大华 结果被身后的卷毛暴打了脑袋 这时红金宝来了句经典台词 随后卷毛便被赵志玲一顿狂走 虽然赵志玲出演的都是一些小配角 但他此生的真功夫还是让他结识了不少好友 合作最多的成龙和红金宝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三人的相处还部分高低 而且两人都还曾向赵志玲请教过功夫 特别是红金宝 后来他在电影中使用的红拳 其实就是当年赵志玲传授的 而且据说私底下红金宝都是叫赵志玲为师傅的 可见赵志玲在功夫圈的地位可不低 那些年赵志玲虽然拍了不少电影 但这些并没有让他大火 直到2004年他遇见了周星驰 众所周知周星驰本人对功夫也是十分喜爱 而面对赵志玲这一位大师 周星驰自然是尊敬又欣赏 两人见面的第一天 周星驰就迫不及待地问赵志玲 您觉得我的腿弓怎么样 说着还现场演示了一遍 态度诚恳十分有礼貌 而周星驰在赵志玲面前 从不摆明星架子 人前人后都是喊赵师傅 周星驰对功夫的热情打动了赵志玲 以至于后来在功夫中甘愿自降身价演个娘娘腔 戏中的他虽然是个娘娘腔 但同时也是位隐藏的武林高手 戏中他所展示的铁线拳 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真功夫 为了拍摄这段戏 赵志玲手带十几个铁环 光是抬起来都会觉得很重 但赵志玲还需要打出红拳的招式 为此他手臂的骨头都被打断了 可能有人会说娘娘腔的定位实在不符合赵志玲武术大师的身份 但对于他本人来说 他觉得当演员就要有当演员的自觉 所以并不后悔出演这个角色 后来赵志玲又在星野电影中出演了不少配角 虽然戏份不多 但都凭借鲜明的人物特点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得不说 周星驰在人物塑造上面确实十分突出 就这样赵志玲成了周星驰的武术师傅 而周星驰则成了赵志玲演艺事业上的伯乐 虽然一辈子都在出演配角 但赵志玲对此却并不是很在意 当年王家卫拍摄《一代宗师》时曾找过赵志玲 但因为某些原因他并未出演 后来《一代宗师》上映后票房大卖 各种奖项也是拿到手软 但赵志玲却并不后悔 因为在他心中 拍电影其实并不是他的主要事业 作为黄飞鸿的第三代弟子 赵志玲更想要将武术发扬光大 其实这些年来他参演的电影 大多数都是武打片 他希望借此可以将中华武术 更快地传播出去 相较剧中的小小配角 赵志玲可是现实中的红拳大师 他创立了国际红拳赵志玲国术会 在海外相当有知名度 弟子更是遍布海内外超过20万人 黑带杂志还曾将他选进美国武术名人堂 跟李小龙排在同一位置 可以说赵志玲在武术界的地位是相当高了 但即使有这么高的地位 赵志玲却没有什么大师傅架子 教授徒弟也是尽心尽力 可以说是武德非常好的一位大师了 如今的赵志玲已经78岁了 虽然他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幕上 但他私底下依旧在为弘扬功夫而不懈努力 希望他可以身体健康 培养出更多的武术人才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的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说扯人家扣子 我来打人